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四川省成都市的高速铁路 也是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主通道之一 与其他高铁不同的是 西城高铁最高时速仅有250公里 不过却让世界各国折服 因为它是中国首条穿越秦岭的高速铁路 而且桥穗比例高达94% 西城高铁自北向南穿越关中平原 秦岭山区 汉中平原和大巴山区 全线共是22个车站 总长658公里 秦岭段总长度为135公里 其中隧道就占到127公里 途径陕西段长度为343.6公里 桥梁加隧道总长达到321公里 可以说整条铁路基本都是穿动过桥 在地面上的铁路也就几十公里 西城高铁也被网友戏谑称 架在秦岭上的过山车 不过西城高铁的建设难度也非常高 首先需要克服险峻地形带来的挑战 西城高铁是国内少有的 需要爬坡的高铁线路 动车组从西安北站驶出后就一路上坡 从最低点到最高点的海拔距离超过1000米 对此设计专家专门采用了25%的大坡度设计 用尽可能长的距离来减缓坡度 最终这段大坡道持续段落长达46000米 由于山区持续大坡道会对动车牵引制动 供电运营等能力产生较大影响 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还对此进行了专项研究 这也是西城高铁只能跑250公里时速的原因之一 第二则是穿越秦岭段的隧道 大秦岭隧道是西城高铁段建设难度最大的工程 也是我国第一条贯穿两个地理环境的高铁隧道 该隧道全长14.84公里 平均海拔在1300到2638米之间 此外它还要穿越秦岭褶带 这里的地质构造极其复杂 变形强烈 属于极高风险隧道 由于无法使用绝禁机 施工人员只能通过钻孔炸药来挖掘 不到15公里的隧道 一共经历了1304天才建设完成 除了大秦岭隧道外 西城高铁还有其他三个重点控制工程 其中文川和特大桥途经陕西省 全长28.3公里 也是陕西段最长桥梁 皇家梁隧道全线长11.639千米 最大埋伸620米 这条隧道的难点在于受石油天然气等影响 是典型的高瓦斯隧道 还有天华山隧道全长15.989千米 最大埋伸超过1000米 也是亚洲最长单栋双线高铁隧道 作为首次穿越秦岭的高速铁路 西城高铁将穿闪两地铁路旅程 从16个小时缩短到3个小时左右 标志着中国华北地区与新南地区 又增加一条大能力有密度的旅客运输逐通道 数据统计 西城高铁先后共有8万多人参与施工 足以建的建设难度之高 不过250公里时速仍是众多网友调侃的话题 中国高铁速度都是越来越快 西城高铁怎么还往低降 那未来西城高铁有可能提速到300或350吗 除了我们上面说的大坡道影响外 还有众多因素影响高铁时速 首先当列车交汇通过隧道时 车内压力会骤然增大 如果隧道内空间不能流出足够大空隙 会发生脱轨危险 作为拥有94%桥碎 还有跨越秦岭的西城高铁而言 隧道根本不可能修那么大 此外还有铁路曲线半径与线间距 300公里与350公里时速的高铁 对铁路这两个指标要求都不同 而西城高铁的设计指标根本达不到 所以未来这条线路只能跑250公里 除非再修建一条高速铁路 不过我国还真打算再修建一条高铁 从西安经过达州再到成都 它也是八纵八横的重要组成部分 设计时速为350公里 目前项目启动会已经召开 预计在未来几年内正式开始建设 主持人日快速ã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新门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目前是什么 旧主持人日快速